每一次股市大跌時 公用股都會成為投資者的避難所 由於他們的業務收入以及派息穩定 死好的時候是沒有人會看得起他們 但死弱的時候又會成為大家的救生圈 在香港上市的公用電力股主要有三種 包括二號仔中電 六號電能 以及26300港燈 在我做資料搜集的時候 發現坊間大部分人分析公用股都告訴大家 他們的派息是非常穩定的 但這種媽媽是女人的資訊 其實是幫助不了大家 maximize 投資回報 以及看清楚當中的投資風險 派息穩定就代表什麼時候都能買 派息穩定就代表他一定不會虧價 過去派息穩定 是不是代表將來都一定這麼穩定 直到永遠呢? 今天我會和大家解釋一下 公用股的投資邏輯 兩電是不是一定是穩賺不賠呢? 公用股和美國10年債息之間的關係 出現了什麼變化呢? 以及最重要的是 什麼時候才買入公用股的最佳時機呢? 首先我們先講一些三間公司的背景 2號仔中電主要的收入來源就是新界和九龍的發電 而它在中國大陸以及澳洲都有業務投資 當中澳洲市場面對當地的競爭 其實經營的表現比較一般 之前也曾經做過一個相遇減值的撥備 不過由於佔比不是很大 因此我也不浪費時間去解釋太多 2638港燈主要的收入來源就是香港島和南亞島的發電 早年是由六號仔電能分拆出來的 以信託的形式運作 扣除了必要的開支之後 就會將所有的盈利 分派給股東 由於香港的用電市場比較成熟 而且中電和港燈是有政府的管制協議去保護的 因此就算面臨著能源成本上漲 他們都可以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至於六號仔電能 一方面除了是港燈的股東 每年都可以透過港燈獲得穩定的現金流之外 還在英國、澳洲等地 投資了不同種類的火力和再生能源業務 這些都是偏向收入穩定的業務 有穩定的收入就可以確保每年 都有息派給股東 以上的內容 其實都是大家經常在坊間聽到的介紹 假如如果你要全面分析三間公司的投資價值的話 你首先要搞清楚一件事 就是什麼是利潤管制呢? 在很多人的腦海之中 覺得利潤管制就是包賺 我每個月都一定交電費 他一定有收入 買他我就一定有息收 其實這個概念只適合了一半 先跟大家拆解一下 何謂利潤管制 兩電其實是怎樣賺錢的呢? 兩電的利潤管制協議 在2019年的時候更新了 由原先的9.99%降到8% 兩電每年收入的限額 其實是要用他們的固定資產 再乘以8%來計算 即是假設公司固定資產 今年是1000億的話 今年的收入上限 就是80億 固定資產的意思 即是兩電需要為發電而投入的廠房和設備 由於發電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資 因此政府為了確保有人願意投資 於是就訂立了利潤保證 前期只要你投資了 往後我就保證 你每年都有不超過8%的收入 因此兩電的准許收入 其實是全靠固定資產的多少 固定資產越多 乘以8%的准許收入就會越多 但大家都知道 發電的固定投資 很多時候都要數以10億甚至乎以8億計算 而兩電每年又會將大部分的利潤 去派給股東 手頭上持有的現金其實不是那麼多 何來有那麼多錢去不斷追加固定投資 唯一的方法就是透過借貸 很多人都以為 這種包賺的公司一定是純現金公司 為什麼會有財務借貸 其實這個想法是錯的 中電2021年正是銀行的借貸 已經有高達582億 而廣登的銀行借貸 也有454億 借得錢就要還利息 有利息支出的話 就代表有利率的風險 在利率低的時候 假設借貸成本是3厘的話 當我借了錢拿去投入這些固定資產 增加廠房和設備的投入 我就可以換回8%的回報 息差就是5% 即是我借得越多 將來就可以賺得越多 當我借完錢投資完固定資產 准許收入就會增加的時候 我又可以跟政府申請家電費 但假如之後利率上升的話 借貸成本升到5% 相比起8%的管制利潤率 我的息差是不是只剩下3% 而且假如利率由3厘升到5厘的話 我現有的債務就要給多2厘的利息 中電582億的負債 即是每年要還差不多12億 而港燈454億的負債 即是每年要還差不多9億 如果我們對比一下中電2021年的派息金額 去年一共派了78.32億 如果要多還12億的話 派息其實就會減少15% 而港燈去年一共派了28.3億 如果要還多9億利息的話 派息更加會減少32% 由此大家也可以看到 港燈的負債比率 比起中電其實是更高的 大家要搞清楚 我們要計算固定資產8%的准許收入之後 再減去利息 才是兩電可供分派的股息 由於兩間公司都是有負債的 假如將來利率上升的話 兩電都會是受害者 而由於港燈的負債比率是比較高 受害的程度也會更大 我的意思不是說兩電之後會減派息 因為現在香港的利率水平 依然是處於一個比較低的位置 只要利率不升的話 就不會有以上所說的利率風險 但是現在美國面臨著通脹的壓力 假如之後不斷加息的話 基於港元和美元的聯繫匯率機制 港美兩地的息差不斷擴闊 銀行體系傑如不斷下降的話 香港總有一天都需要加息 會不會加? 什麼時候加? 加多少? 我是沒有水晶球的 我真的不懂得預測一下 兩電現時仍然未受加息影響 因此短期來說 收入和派息應該可以保持穩定 但大家要留意的是 假如香港都佈入加息週期的話 兩電的派息可能會受到負面影響 當我們知道了兩電現狀是穩定 將來可能有風險 但仍未發生 也不知道會不會發生 我們再去看一看 兩電在利率穩定的情況下 派息有沒有可能繼續增加? 二號仔中電和六號仔電能 在過去五年 每股的派息都在逐漸上升 但大家有沒有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每股盈利 其實是在不斷下降 原因很簡單 就是兩電的利潤管制協議 由之前准許回報9.99% 下降到現在8% 每股盈利不斷下跌 但每股派息又不斷上升 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他們的派息比率 不斷在提升 以前可能是賺10元 派6元 現在雖然是賺少了 可能賺9元 但我就派8元出來 實情是不是這樣? 圖中我們就可以看到 中電的派息比率 由2017年的51% 一直上升到2021年的92% 而電能 就由2017年的72% 一直上升到2021年的98% 也就是說 他們支撐股息的方法 就是將更多比例的利潤 拿出來派給股東 雖然每股盈利下跌 有部分原因是因為一些非現金的商譽減值而導致 但就算撇除了這個因素 我其實也有點懷疑 他們到底以後可不可以繼續去上條派息 一方面 准許收入降至5% 這個已經定死了 由19年開始 一直會運行15年 是無法改變的 另一方面就是 他們現時的派息比率已經這麼高 手頭上的盈餘比較少 盈餘少也意味著他們可以拿去增加固定投資的現金 也很少 唯一可以增加固定投資的方法 就是透過借貸 假如借的錢越來越多的話 面對著利率上升的風險 又會越來越大 因此個人的餘見是 我覺得兩電的派息金額 在這兩三年之間 其實可能已經到達了一個頂峰 利率穩定的情況下 他們就可以維持派息 但如果要延續過去 不斷每年增加派息的話 其實難度是十分之高的 當知道了兩電 都不說包山仔 之後派息增加也有難度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探討一下 兩電的投資價值 其實買得公用股不外乎是兩類的需求 第一就是收息 第二就是避險 要分析這一類 Yield Bearing Exit 其實最直接的就是 與十年期的美債債息 就是無風險利率 去做對比 以中電為例 大家可以從圖中看到 在2017年之前 中電的股價 與美國十年的債息 普遍呈現一個反向 原理很簡單 假如美債的債息上升 即是無風險利率都上升的話 中電現水平的股息率 就不夠吸引 是不是 股價向下調整 就可以提升 現在的股息率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 2017年之後 這個關係似乎打破了 2018年 美國的加息週期中 中電的股價不單止不跌 反而還是向上升 而現時2022年 美國又開始加息 中電的股價 都是同樣跟隨上升 這個現象可能是反映 現時市場上最大的需求 是避險 更多於收息 參考2018年那次避險需求而觸發的升浪 假如你在避險需求最旺盛的時候買入 結局可能就是高位買了貨 當美國的貨幣政策有些放寬的時候 避險需求消退 股價反而會慢慢回落 假如你目標是一年收4利息的話 但是不幸地高位去到入貨 股價隨後回落10% 你持貨一年的正回報 就會是-6% 就是賺息 但是虧了價 除非你真的有長線持有的打算 例如說10年內 我都不會沽 假如將來10年 每年他都派到4利息的話 只要股價跌少於40%的話 你也是可以有一個正回報的 但試問有多少人是真心想拿它10年 而賺40% 對於年紀大一點的觀眾朋友 需求可能會大一點 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 是不是真的打算拿它10年 而且之前也說過 兩電在香港利率上升的時候 派息可能也會減少 並不是一個保證的回報 OK? 所以如果你真的純粹是想保本 再加穩定收息的話 倒不如考慮一下iBond 至於什麼時候才買入公用股的最佳時機呢? 個人認為其實不是在市場避險需求旺盛的時候 通常市場在出現自然賣 就是有罪下跌的時候 好像18年和現在這些加息週期的話 市場是會傾向避險而推高了兩電的股價 但是股價高了也意味著其實股息率低了 公用股大便宜 通常不會出現自然賣這些週期 而是panic selling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看 2008年雷曼的時候 2014年歐債危機的時候 以及2020年疫情恐慌的時候 這些才是週期的低點 自然賣有罪下跌的時候 通常會是公用股股價的高點 因為資金仍然留在市場裡面 但是需要找一些地方避險 這樣就變相是推高了股價 壓低了股息率 而結局呢 通常之後都是要捱價的 你要收回兩三年息 可能才會回到本 但是當市場進入panic selling 極度恐慌的時候 資金大規模撤離股市 連公用股都狂沽 壓低了股價 推高了股息率的話 這個時候才是 兩電業務穩定性 最有價值的時候 假如你在這個時候才買入的話 既賺息 又賺價 我覺得才是一個最好的買入時機 要等這種極端市況 就是需要有很強的耐性 但是既然你買得公用股的話 如果連這種耐性也沒有的話 你就要思考一下公用股到底適不適合你 市場疲弱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選擇什麼都不買 而不要為了買而去到買 投資的目的是追求財富的增值 而不是要倉有些貨過一下引 穩健有息收也好 只要你是一個錯的timing 去到買入的話 一樣是可以賺息大 其實我個人 很少會買公用股 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只是希望在現在這個 的虐市 加上到處都叫人買公用股 收息的時候 就可以提供多一點資訊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從多角度去思考 到底公用股 是不是真的適合你的選擇 同時也希望讓大家知道 公用股其實也不是零風險 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見的話 歡迎你在留言區和大家分享 如果有任何不認同的地方 也請你在下面留言區指教一下 讓我也可以學多些新的東西 喜歡我內容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也呼籲一下大家 請踴躍點贊 踴躍留言 CLS 幫我告訴YouTube演算法知道 我的內容是有價值的 令我這種小頻道 都有更多被推送的機會 多謝大家的支持 下次再見 乾杯